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 能够一起来念佛 来回向 特别对于我们的雷杰燕亲在主 对于我们的祖先 对于我们的过往的父母 是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 所以借这个姻缘 跟大家来讲讲话 我们澳大利亚现在这个疫情 也不是很稳定 你看我们雪梨 封城已经将近两个月了 但是都没有改善 而且一天一天的严重 但是我们博士也不错 你看大家能够聚会 然后一起念佛 这种的姻缘 你不好好珍惜 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你看我们雪梨师傅 每次要丢垃圾 政府要必须你戴口罩 你看 要带 要丢垃圾 要戴口罩 我第一次 在这个环境里面 遇到这种的事情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这个环境真的 不稳定 灾难什么时候来 我们得不知道 今天我们博士 虽然地方小小的 容纳几个人 但是起码我们大家 法喜一起来共修 以念佛来供养 你看普玄行愿篇 不是讲一句话了吗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为大 师傅跟大家 结个法源 以法来供养 你们诵经念佛 比方说法器 作为挪 敲墨仪 敲骨 或者做一些义工 这个也是法供养 也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会有机会讲经 但是用我们的心来念佛 来诵经 来读经 来听经 希望大家 希望大众能够离苦得乐 他也是法供养 只是用这种方法 是以内才不失 所以法供养 有很多做法 可以来为大众服务的 所以普贤贤愿篇 说得很清楚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回向世界 回向我们澳大利亚